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深水平的街坊大家好 大家相信剛才都聽過的 就是今天我們為何會在這裏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源自於 其實現在很多街坊都是對公屋很大的需求 但是現在說很多街坊等很多年都等不到上屋 正正在我們為何會在這裏有個討論會 就是我們左手邊這裏實際上有一個地盤 是防協、黨協會是負責的 黨協會是一個工人的機構可以是建公屋 但是它都不建公屋 過去堅持就說要建豪宅 所以我們一年兩個月都在這裏有很多的活動 很多的行動 今天其實已經在講到第九個活動 在9月10月這兩個月期間 這個活動就是我們都請了 青營去多紐爐活動的朋友 幫我們就負責構思 以及主辦了這次這個討論會 因為今天就是剛剛這個禮拜 有一個施政報告討論了 就是講了 施政報告對於這個基層處屋權 就是大家看了Banner都看到了 就是捍衛這個基層處屋權 因為街坊付出了那麼多勞動 有一個住屋是一個很基本的人權 都是 那麼施政報告對這個基本的住屋權 又講了些甚麼呢 都請一些對方那個政策 有多認識的朋友 講回 還有上年常見關於組 有個街坊何先生呢 都會講回 介紹簡單的方案 還有都會講回 一些數字 是講回 究竟其實幾層街坊 對這個公屋的需求有多大呢 歡迎各位街坊都可以 留步是聽下的 我這裡有很多椅子 都可以坐下聽下 了解多些 那我以下下來 就把時間交給 青營去多紐爐運動的朋友 好了 阿仁他去講一下 就是 今天有些甚麼嘉賓 可以介紹一下 好 那就麻煩阿儀的邀請了 歡迎各位朋友 各位街坊 來到今天的施政報告與房屋政策論壇 那 大家如果有留意開施政報告的時候 可能都看到了 其實很多時候都把焦點 放在我所謂新居屋那裏 究竟所謂青年住屋 又或者是基層住屋 究竟現在有些甚麼情況 或者有些甚麼措施給了出來呢 那 例如 我們今天 都會看到一些新聞這樣說 政府就會說 喂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是例如 土地不夠這樣 那我們今天 其實就 請了 例如順寧道重建關注組的何先生 他作為一個 在順寧道 受到一個重建影響的 其實說回 政府收了些地回來 其實是拿來做甚麼呢 基層街坊 究竟 給政府又怎樣對待 又要求些怎樣的住屋 我們有請賀先生 先說一說 大家好 首先講一下方案 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我們的方案 其實我們的方案 就是因為順寧道重建 發生了 有業主 將這些租客逼切 引發出來 我們有些抗爭行動 在抗爭行動裡面 有一段時間 我們這裡的義工 就想一下還有甚麼可以再做 那時候我們發覺 在之前防協和事件局 來這裡 收了這四個地盤 即我們現在看到 後面這兩個地盤 以及那邊一個地盤 即很高的樓那裡 那邊一個地盤 以及這邊街口 即是青山道那邊 又是一個地盤 那四個地盤 其實可以做甚麼 他覺得 作為一個公營機構 收回來的東西 應該是做一些市民 即是給一些政府做的東西 譬如建公屋 或者建居屋 當時還未說再建居屋 好了 那他們想一下 之後就是 大家做了一千份的問卷調查 就在深水埗裡面 那個問卷調查 而這個問卷調查裡面 它是會用 那個形式就是說 問一下對方的年齡 是介乎多少歲 這些是multiple choice來的 剔格仔 然後就會問一下對方是住甚麼樓 跟著他是不是住這區 這些multiple choice 剔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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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在最下面那裏是留空了 一個空白的位置 然後問回受訪者 你現在我們在這條街道 講一個地段給他聽 在這幾條街道有幾個地盤 這幾個地盤是防協和市建高收回來的 你希望政府可以在這幾個地盤上 建些甚麼設施或者做些甚麼 那就甚麼都有 即是會有 即是會有人說 我要建個泳池 都有的 我要足球場都有的 即是會有這些 或圖書館那些都有 但是在一千份的問卷調查裏面 全部mark了出來 再分析過之後 其實都是最基本 是香港市民很基本 以及基層市民都覺得很基本的東西 就是說公屋、居屋和一些自己可以買得起的樓 做了一些問協調查 這是四個最主要的回覆 這個是絕對絕對有民意 既然我們會去找那些專業人士 這四個地盤如果是建公屋、居屋 或者是便宜的樓可以建到多少棟 或者是應該怎樣建 才合乎地積比 那如果大家看到這個 今天好像沒有那個 不是這張後面有一個對職 是有一個比例在那裡的 那做了之後 我們是再 就經過這個深屬寶區議會 遞上去給發展局 和事件局 或者有關當局 那我們遞上去的時候 原來深屬寶區議會 他們也都自己 是有自己的方案 而這個方案 只是跟我們不同的一樣東西 就是說 他覺得 在這兩個大的地盤裏面 一是就建公屋 一是就建居屋 而我們那個方案 就只是說 我們希望這裏 你現在坐在背後這裏 是建公屋 那邊的地盤 就是建居屋 其實大家的意向都是差不多 就是這些是他深水寶 深水寶區議會裏面那個 大家拿到的一個共識 和我們那個方案 大家其實都可以合在一起 那便遞了上去 那遞了上去 那遞了上去之後 就 跟著呢 我們就得到回復了 得到回復呢 就是說 發展局 事件局 和這個房協 都分別有回復回來 就說不行的 那我們再發信 再去追問他 那我們特意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那張信 那張信分開離法上去 但是那個內容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得到三個不同的答案 那三個不同的答案 他們就說 那些文件不行啊 或者是這個不行啊 那個不行啊 那個 譬如他們是 有一個 有一個備忘錄 備忘錄裏面說了是不行的 那 那我們就去找那些資料回來 終於我們找那些資料回來 都是 其實三個一直在說謊 都是沒有那些事 尤其是我們是經過 某一位人士 幫我們去拿了他的備忘錄出來看 看完之後呢 是完全都沒有講過這件事 而 正正代表呢 就是 整個政府的部門 很多時候都是對我們在說謊 那 現在這裡 那 我們繼續就是 再去拿那個簽名 好像現在這樣 後面那樣有街站 或者我們搞了論壇的時候 去拿簽名回來 那 在 今天呢 其實已經超過三千五百個了 即連那一千個文件調查 已經超過三千五百個簽名 那現在是有幾多呢 我不知道會不會去到四千 但這個是真真正正一個基層市民的民意 他那幫民意就是我想起什麽 他講了出來 而我們集合了最多數的 即是我們不是說 不是說 去亂 不是我們自己 那些義工或者我們順寧道重現關注 想這裏起什麽 而是問了他們 他們上這裏是有公屋有居屋 有中低價的市民單位 那當然啦 就可能我們會 亦都有出過聲 就給過一些表達他 而其實呢 即是說 現在是他們說是福建居屋 但是又幾年之後 那麽我覺得呢 我們極力去爭取 為什麽呢 因為 這些地盤一起了樓 就幾十年了 即是幾十年之內 不拆那間樓 這間樓都是這樣的用途 那麽現在要起的 那些樓是超過三百萬以上的 我們覺得是豪宅 其實在基層市民來說 很多是負擔不了 那起了之後呢 幾十年之後都是這些樓來的 除非他拆的 到拆的時候又不知怎麽樣 那當然啦 大家可以知道深水埗裏面 是最多基層市民住 在深水埗 那為什麽這麽多基層住呢 第一 他原本深水埗是一個很活潑 尤其是梁友芳都這樣說 很活潑的深水埗 是什麽人都有的 即是 鵝虎藏龍也有 什麽人都有 最好窮的也有 當然有 但是幾有錢的都有 其實 你可以法國街邊坐著白在那裏 原來他有幾間舖 有幾間舖 他可能有幾千萬成家 即是什麽人都有 我們是希望極力去令到政府去改變他的看法 是將這裏建回公屋和居屋 就算不成功都好 我們是做了第一步 我們起碼去發聲 這次不行 我們下次再來 我意思是說 這次他很強硬地 真是要在這裏 建了那些三百萬以上的單位 我們希望第二個地方 我們可以要求他建公屋 為什麽我們要求他們建公屋 第一 大家都要 即是看回一些數據 就是 我看回先 有一個由這個王國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即是做了調查 訪問了二百四十四個人 那就是 得到那個數據 就是 住在一百尺以下的 是有四十八個percent 住在二百尺以下的有八十個percent 住在五十尺以下 即是可能是 買了一張床 買了一個貴的那種 有十八個percent 但是這二百四十四個人去哪裏 而那個 赤價 就在 我們看回那個美聯物業的走勢圖 就是 當時 二零一零年 即是 去年 二零一零年的秋季 就是 每一尺是十六塊以上的 就有 六十三個percent 二十個一的 就有三十六個percent 中位數是二十個九 在那時候 二零一零年的十月 即是同期 深水埗那個豪宅 碧海藍天 那那個赤租價呢 就 是二十個九 我正在講錯了 是 二十個九 在八月份是二十個九 就十月份是二十個三 更便宜了 但是 他們 現在深水埗的居民住 在那些板間房套房裏面 那個赤租呢 是 中位數是去到二十個九 即是 拍得住那個熊宅 但是他們住那個 不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那 而且 我們再覺得呢 就是說 現在不斷的社區 不斷的重建 當然深水埗是一個 比較重點的地方 那 其實這個可能 遲些去九龍城那些 都可能會 就 還有 還有這個 賭瓜灣 賭瓜灣 都會 當重建 拆了樓之後 那些人去了哪裏呢 除了他可以安置上公屋之外 那 有些人是不合資格上公屋那些 他就會在附近的樓住 那 即是說 當拆了一棟舊的樓的時候 就不會再有這些 小型的地方租出來 而那些人會搬到隔離的地方 那 越多 即是越起得多新的樓 越拆多多舊的樓 剩下那個地方 能夠 即是出租 是所愈無幾 如果大家 都會留意到 就是說 有些 有些人說 他說 在這個 他們去問那個 你看看 看電視都有的 他問呢 就是說 你今天放租 其實就 明天或者後天 就已經有人租 根本上那個 是很缺乏的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會 還有那些 既然是拆這個 重建那些人 有些人是會 會搬上去這個公屋 那 是不是更加 會多一些 的公屋去 擁立這些人 擁立這些人出來呢 就 我暫時說 暫時是這麼多先 我或者看看 等一下有沒有補充 那 其實大家如果有 走開這區的話 都知道了 其實重建 是一件很嚴重的問題來的 尤其是 如果你試一下 由後面那條街 打橫再走過去的話 其實見到 一辣都是甚麼店 可能是一些 車房 回收店 食品原料牆 其實全部都不可能 會負擔得到 這區重建之後的 那些店租 居民其實也是一樣的 正如剛才座生所說 你本身這一區 其實這樣 重建拉高了樓價 不要說 重建之後 300萬一層的豪宅 你現在這樣拉高了那些租金的時候 其實居民的負擔也是很重的 而與此同時 政府 它又說這些地 是拿來建300萬一層的樓 而不是拿來建公屋的時候 其實整個境況是會更加嚴重的 或者我再講一下 像型 就是要300萬一層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本身 月入300萬 你不吃 不喝 不乘車 不上班 你都是要供100個月 那裡再加上利息的話 還有儲守期的時間 應該那裡都要10年 你要不要吃東西 你才可以買到一層這樣的樓 你說這些這樣的樓 其實是否拿來給一般大眾市民住的呢 很明顯就不是的 那反過來 其實你見到 政府其實這樣收地 起豪宅 起得這麼嚴重的時候 它的公屋政策 究竟有沒有動到 有沒有發展到呢 那我們其實可以將之後的時間 交給 海衛基層處屋權益聯盟的 嚴壁芬小姐 跟我們再講一個 施政報告裡面的公屋政策 究竟有沒有動到